市场行商课堂 公司团建去KTV唱歌 领导在唱一首老歌的时候 你不小心把歌给切了 这首你会怎么办 我会直接说 领导不好意思把你歌切 但是你看你先把这首歌唱完 回头再唱那首怎么样 你说怎么样 老子唱得正高兴的时候 你突然把我给切了 切得那么干脆那么利落 你就不会说领导 其实你轻唱更有魅力 我们特别想听听你轻唱 真没想出来没想到 真有过这样的经验 把人家歌切了 但未必是领导 就是很重要的客人 我觉得像这种比较尴尬的时刻 开玩笑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你比如说我就会跟领导说 领导你唱得太好了 我太想再听一遍了 所以说我把这歌切了 让你再唱一遍 我觉得你的歌讨到了我们 忍不住想听第二遍 你看我们多多少少 还有点主意 它其实是很直接的 它没主意 它还是很单纯 没办法 是 这门预套部 那怎么办呢 刚才他这门简历 大家还有什么好聊的 剩下的三盏灯 想给岗位的 我想问一下 你的期待的工作地点的话 偏向于就是你的籍贯 所在的那个长江三角洲 那一区是吗 对 但其他也可以 其他城市也可以是吧 然后你的薪资的话 五千加 还有所考虑往下降一些吗 可以降 最多一千 四千 好 潘天航虽然是在高二就退学 但是我发现你并不是不爱学习 但是我觉得你的学习比较急功近利 就是我知道你很想赢 很想成功 但是你看得比较近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 就是 如果你对你的这个什么规划 是成功的话 那你再往前退一步 你希望是什么行业 什么领域 或者是你的兴趣是什么 我在上面工作的时候 我一个特别深的感触 我是很尊重自己内心感受的一个人 我当时成就别人的同事 我非常高兴 所以我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说 没有这种非常定死的行业 是没有的 明白明白 我们看你给什么岗位吧 这是最实际的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第二轮选择之前 仔细想想 除了销售还能干什么 别这么一干 好 第二轮选择 去过来 好 还有两盏灯 直接进入 咱前不上感情 来 说一下你们的岗位 来 我们这边就是我们那个青少年篮球俱乐部的销售岗位 然后我们叫课程顾问 但其实工作是销售和学员维护 小叶我真的要 我是要挑战你一下 就是说你是要 我刚听讲你说要去销售这个篮球课嘛 对吧 对 他的那个那个那个爱好里头我没有看到打篮球 他这个样子也不像打篮球 你觉得他能够去说服那些家长 让他们孩子跟着他去学打篮球吗 他现在没有能力去直接完成销售 我觉得他可能第一我们坐地推发单子什么 他可以做 你先要教会他打篮球 对 第二呢 但是我觉得这不就是很奇怪吗 你肯定招这个选手跟你的位置要有一定的匹配啊 他就母爱泛滥 我觉得对对对 小叶就是要给人当妈了 母爱泛滥了 四千块钱并不贵 你给他一个销售的岗位 让他去成长 培养他 也许你帮助了一个人 也许你还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人才 我觉得这个何乐而不为呢 来 你给的什么岗位 我们这儿提供的是销售岗 销售主要是对有药店超市和一些医院 还有问题要问吗 没有 好吧 选吧 十秒钟 绿剑园 银朗 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十秒钟 绿剑园 银朗 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 再见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但是他我觉得作为高中的学历 如果不是在这个现场 在社会真的是挺难找工作的 对 你好好再考虑考虑 你就是应该回到学校去 你高中的学历 他现在回不了学校 他现在情况 就听一下他自己的理由吧 我们要听听他 我觉得我不需要童谨 他觉得他不需要童谨 这也好 这边我是 我们不想从事保健美这个行业 OK OK 好 谢谢 我